全球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 这是由原住民族人脱离北方 以阿拉伯族裔为主的苏丹共和国 所建立的南苏丹 在这个礼拜爆发了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 冲突当中导致至少五百个人死亡 两万个人逃往联合国的难民营避难 起因就是丁卡族的总统基尔 在七月之间 在努尔族的副总统马查尔 表达要参选二零一五年的总统之后 就直接解除了这位副总统职务 没有想到不但爆发政治风暴 还引发种族紧张 美英等国纷纷撤离侨民 趁着白天住在联合国难民营的南苏丹 民众外出采买食物跟日用品 独立三年多的南苏丹 十四号传出政变 政府指控一群效忠前副总统马查尔的部队 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 但随后在政府军镇压下宣告失败 不过短短几天的流血政变 造成至少五百人死亡 八百人受伤 联合国难民营的收容人数 也暴政到两万人 被指控跟政变有关的马查尔是南苏丹 独立英雄及具政治影响力 不过他在表态要出马角逐二零一五年总统大位后 在七月遭到撤职 已经展开逃亡的马查尔否认发动政变 联合国呼吁南苏丹 透过对话解决这次的政治危机 美国跟英国担心当地局势恶化 演变成内战 紧急展开撤侨行动 这个全球最年轻的国家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独立之后 持续因为种族政治派系 以及民兵活跃等问题 导致局势无法稳定 另一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因为穆斯林 跟基督教民兵 爆发新一波流血冲突 升高紧张局势 国际特赦组织十九号指控 穆斯林民兵在首都杀害近千人 比联合国评估的四百五十人高出许多 因为这波冲突流离失所的民众 也已经达到二十一万人 当中儿童的状况令人担忧 今年三月由穆斯林组成的赛勒反抗军 推翻勃起者总统 中非共和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中非的前殖民中主国法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 派遣一千六百人部队前往维和 不过这两星期宗教冲突加剧 法国向其他欧洲盟邦求援 很快将有其他欧盟国家的地面部队 进驻当地 协助解除民兵团体武装 记者陈秋梅报道